这种新型的墙底装饰材料 目前在国内是没有的 我们是第一家 我们的核心理念是以打造轻奢极简 高端强无性质 它装饰出来的效果 是目前市场上任何一种墙底装饰材料 所不能媲美的 我是梅良平 从事家装行业 已经有十多年的 我们最近研发了 竹木新维墙版的升级产品 生态科技仿生木 这种板材主要是以 普通木材为原材料 并利用仿生学的原理精致而成 从而使产品更有质感 手感更高端更大气 科技木这种装饰材料 共有七层结构 第一层为保护层 第二层为表膜层 第三第七层为光护层 第四六层为PP 共挤结皮膜 第五层为毒碳层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抗滑痕的测试 这呢是一块非常惊艳的石头 看看这个墙面的表面 无痕迹 说明生态科技仿生木的 抗滑能力是非常强的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防水测试 看看它的防水性能到底怎么样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浸泡 生态科技仿生木整体非常完好 说明它的防水性能非常凝凉 经过三吨重卡车的拧压 生态科技仿生木依然完好无损 说明它的抗压强度非常的棒 经过大火的燃烧试验 生态科技仿生木有效的起到了阻燃的效果 完全符合国家相关检测标准 全新一代的生态科技仿生木装饰板材 按照过程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将它通过高压设定墙 把它固定在墙面上去 然后将板材直接插于卡槽 这样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平面 这个金融线条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一款 我们通过高压设定墙把它固定上去之后 把它直接插于这个卡槽 OK那就直接固定上去了 生态科技仿生木这个产品 它的浮宽可以做到1米22的一个宽度 它的一个空气感是非常大的 这个墙面不仔细看它好像是一个墙面 其实这是一个同色系的一个隐形柜 这个产品做的一柜更加环保 不会有异味 防湿性是非常不错的 同时它的物精力是非常强的 我身后所展示的是标准的金属装饰线条 长度3米 这条生态线就是我们的裁切线线 生态科技仿生木的规格是1米22宽 根据客户的需求 根据设计的要求 我们可以进行浮宽的任意裁切 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的生态科技仿生木 主要有针丝纹理系列 皮纹系列 高仿真名贵树 好 高仿真名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怀疑